大家好,我是阿米,欢迎收看看跨镜就阿米的阿米秀,每天一分钟为你分析跨镜头上最新消息。 随着园艺DIY活动的兴起,原本就有着稳定销售成绩的园艺用品一路水涨船高,而春季便是他们的销售旺季。 园艺用品主要有五类,手工具类用品,机械类用品,灌溉类用品,装饰类用品和资材类用品。 根据Global Industry Analyst Inc.全球行业分析公司数据显示,机械类原液用品所占比重最高,约为36%,其次为灌溉类原液用品,占比约为18%,资材类原液用品位居第三,占比约为17%,手工具类和装饰类原液用品占原液用品比重,则分别在16%和13%左右。 原液用品有着长期稳定发展的市场,但好货也需在旺季卖。 相关品类的卖家们需要提前备货,并增加比平时更多的库存,以迎接即将到来的春节旺季。 想要进居海外原液市场的卖家,也可以趁这个旺季及时入局。 卖家可结合自身实际情况选择适宜入局的品类。 新手卖家可从门槛较低的手工具和装饰品类入手,尽管当前原液装饰品类占比较小,但随着人们对生活品质的要求不断提高以及年轻一代的审美需求上升。 原液装饰市场有望迎来迅速增长,且原液装饰品的创意发挥空间较大,也有利于避免商品同质化,陷入价格恶战。 新手卖家可修正的团 本并不断提高加工具。 新手卖家对质并不断提高工具和导겨完成7个充滞并只有